我的枪呢 在我这里枕头下面不许放枪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这可是我的护身符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这个宝贝啊 可是剑官大三级 什么意思啊 这是中正剑 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里 立了大功当了将军的 委员长才会少赐一把中正剑 这可是国君嫡系的象征 懂了 就是皇上赏赐的上方宝剑 那是权力 我这可是荣誉 那就是皇上赏赐的黄马瓜 真是要命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满脑子的皇上 彼此彼此啊 从现在起 我脑子里没有皇上 只有江委员长 好不好 快起来吧 昨天有几个代表 天会有什么山西 你拔尝着 王八神 他的我 军马 王八神 他就回来 你不全子 他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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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里 报司令啊 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 我还以为是文蜜科新来的文蜜 简直是个小白脸哪 死丫头啊 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吧 怎么样 是不是很文气很清明啊 我看哪 报司令穿上你送的新皮鞋 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吧 那就要总司令多引导 由你领着 他的路就好走多了 报司令啊 我看你呢 可是传军装比较合适 去吃早饭吧 你先去吃吧 我马上就来 爸 爸爸刚才好像是话里有话 听出什么了 我觉得钻山报当县长很合适 不知道爸爸怎么行的 我看这个县长还是让田大榜当的比较好 田大榜 嗯 他不像县长看上去更像宝长 丫头啊 看事情不能看表面 天大榜虽然又老又丑 可是他在乌龙山的根基很深 人头也熟 他手下的人马最多 如果不把他安排好了 恐怕我们在乌龙山上 连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啊 爸爸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可是我已经答应钻山报了 如果不让他干 我怕他会炸刺 丫头啊 有你这个好骑手在 还怕这批野马撒野吗 那我怎么跟钻山报交代呢 你跟他说 这个县长不是好当的 这个县长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 解放军是不会放过他 枪打出头鸟 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 你告诉他 等打下了长沙和长德 有的是官给他送 空头支票 对他不起作用的 这要好办 就先让田大榜当一年的县长 然后再把他调走 让酸山报他 这样做还能掩人耳目 报告 包司令让我带话 他回湘西银行了 早饭也不吃就走了 他说这里的早餐清淡如水 他要回去跟弟兄们 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我看是我这两句话 把他给掖着了 丫头啊 你去 好好安慰安慰他 别让这匹野马出事 是 四小姐早 总司令 总司令 好 天司令 这么早就来了 老话说呀 早起的鸟有虫吃 这是什么呀 我怕总司令被子薄 半夜再冻着 这都是已经五月的天了 还能冻着吗 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让总司令见笑了 来吧 天司令 请坐吧 天司令 请坐吧 卑职告辞 天司令 孙长 土匪就是土匪啊 送礼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老温 发贼 六名 快出啊 报司令 报司令 字幕作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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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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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敢如何啊 一切听总司令的 那好 这件事就讲定了 等长沙光复了 我请你去听花鼓戏 总司令 这个 雁品 田大榜 你这个老杂毛 让我在这儿丢人现眼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 到了你就明白了 长官好 长官好 这是哪里 这里既是你的办公室 也是你的书房 那里面就是你的卧室 我的 是什么 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县长的办公室 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了 县农民协会主席的办公室 从现在起呢 你就住在这里 在这里接待各界代表 相信银行就不要再去住了 免得一身土匪习气 洗都洗不干净 笑什么笑 出去 别对你的手下这么凶 这两个家伙什么人啊 我从监狱里找出来的 你找两个囚犯给我当手下 年纪大的那个叫黄百丽 是原来党国县长的秘书 年纪轻的叫黄高中 是县长的司机 共产党给他们两个判了刑 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是很可靠的 他们会教你应该怎么样做 才像一个县长 一个师爷 另一个呢 是跟班 行 用得着 还要记住 你现在已经穿上中山装 插上钢笔了 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掏枪 还是这个管用 真正管用的是这个 还有这个 把他的家族背景和社会关系都记下来 黄莫文 他也叫钻山豹 这个钻山豹 他可是皇家的长房长孙 而皇家是黄八县的大家族 民国成立的前一年三岁的钻山豹 被土匪绑票撕票了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人说过 当时闹得挺大的 这个钻山豹 比你小两岁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个钻山豹 什么 等材料都记熟了 就去皇家祠堂 当年的钻山豹没有被撕票 而是被土匪收养了 如今长大了 所以回来认祖归宗了 要老子 去给皇家当孙子 想当大爷就要先装孙子 现场选与 现场选举 我爸爸定了十个民意代表 其中七个姓黄 都是皇室家族的投灭人 如果他们知道 你就是当年那个被土匪绑票的钻山豹 肯定会投你的 哎呀 这招厉害啊 黑骨掏心 行 抓紧时间备熟 晚上去皇家祠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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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 彭飞同志 来 大家欢迎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 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 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 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 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 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翻水 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 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 境内外 敌人啊 以为有机可乘 趁机作乱 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 我们吃了大亏了 香气的情况尤其严重 归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 疯狂反扑 占据了二十二座县城中的十一座 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是啊 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 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 书记 还有政委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上级指示 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 要坚定信心 坚持战斗 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 返回湘西剿灭完敌 我们的任务是 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 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八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是 好 所以啊 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 请在座的诸位 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 还有加把劲啊 是哪一样 Sing 问得大众吗 组长大人 莫文在此 庞本 对 好不好 跟你 cereal 当然 那可否脱下上衣 让我看看肩膀 我来摸摸看 慢 这男人的身体 只能女人摸 男人摸可不行 不让摸 那肯定是假的 族长大人 可否借一步说话 好 请 请 暴司令官拜少将 为何要冒名顶替 皇家祖上出过五任副宣长 组长大人 想不想当第六任副宣长啊 六六大顺大吉啊 老朽倒是愿意成全暴司令 可是重口难调啊 比调 另外那六位代表 全部当局长 权子当年 也在县警察局当过科长 报司令您看 一步到位 就当警察局局长 莫文贤之 果然是皇室才俊啊 老朽一定说服皇姓代表 到时候都投你的票 好 莫文我真是沾了祖宗的光啊 那么组长 我就多谢了 莫文贤之 这论辈分 我是你的小爷叔 以后啊 你就叫我小爷叔吧 叫你小爷叔 不不不不 不敢 不敢 你是我小爷叔 不敢不敢 还真的是我小爷叔嘛 好好好 小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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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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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报爷 哎 你们怎么来了 哦 报司令 我还有事情 先告辞了 好好好 你忙 你忙 好 告辞 哎 你们怎么回来这里啊 我去县政府找您 听说您在这儿 特意过来 保护报爷 我没事 我让你去湘西银行守着 报爷 地下金库 打开了 哎 找到什么了 没有金子银元 哎 只有半箱子共产党发行的纸币啊 哎呀 什么用啊 都是银行回收的那些破损林超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老子找到金矿了 找到金矿了 找到金矿了 是啊 哎 这个女人 比金矿还贵重 从今以后啊 都要把她 看高一眼才行 嘿嘿 我来了 嘿嘿 嘿嘿 我来了 嘿嘿 嘿嘿 我去拿杯子 哎 拿什么杯子啊 我今天心里痛快 吹喇叭 你这个学生还不错 哎 今天的晚上我留下来陪你 不行 喝完酒回去看书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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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啊 你飞啊 我 你打我 去哪 我 就是一个大方 你 你 人 不 你 你 都是我们的老冤家 土匪初步告禁止抢劫 又开始选举县长 这说明田大榜龙胡子 钻山豹这三个土匪 已经不是过去那种 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原始土匪 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和政治目的的土匪了 我同意刘玉堂同志的看法 马上派人去县城侦查 尽快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向 嗯嗯